国营事业台盐实业名化之后 子公司台盐绿能两年就亏损上亿元 被踢爆曾任民进党中职委 台盐绿能前董座的陈启玉涉嫌弊案 坏传当时台盐成立之后 一口气在台南嘉义等地 签下光电租赁契约 又找来认识的民谷承揽工程 疑似左手换右手大捞光电材 检方大动作搜索台盐32处据点 清晨升押前董座陈启玉等5人 有6人交报 其他人则是被请回 6年前站出来 邦告市长陈启玉打选战提振士气 陈启玉曾担任立委 告市副市长民进党中职委 不过如今却被踢爆 在担任台盐子公司台盐绿能 董座时涉及弊案 2023年年底资本额3.7亿的台盐绿 2023年光这一年就亏了2亿5千万 陈启8年前 接任台盐实业董事长 隔年子公司台盐绿能成立 项目包含绿色能源 当时传出一口气 在台南嘉义等地签下光电租赁合约 获利从数百万到千万不等 又传出找来自己人 四大名股承揽工程 通过违约赔偿金等方式赔给厂商 一是左手换右手大捞光电材 竟然自己私自引入了四大名股 在搞土地开发 那个红辉国际啊 陈启玉的儿子还曾经在那边任职 检发20号立刻大动作搜索 台言实验 涉案人住所等32处据点 另外包括前董座陈启玉 前总经理苏昆华 郭信前副总经理 两间名股负责人 还有证人等34人等遭传唤 向法院申请积押禁件 定检察官预知 诚信被告等6人 交保新台币10万元至30万元 漏夜征讯23号清晨 前董座陈启玉等5人招生压 台言也声明 全力配合调查 而营运也一切正常 相配合厘清案情 如果真正有步伐 是绝不宽恕了 毕竟台言光是相关资料 在去年就送了两次 光电闭案错综复杂 这回又传高层涉案 司法将持续调查 记者黄文奇 台湾差不多